近日有很多無知的玩家 出了一個很無稽的訴求 他們說 撤回廚寵 缺一不可 官方Pokemon 是接納了 所以 我們今天四個人才在這裡 就跟大家說說 究竟封了關之後 有什麼Pokemon 是不能進入系列6的呢? 首先說說 其實系列6的日期 會由9月1日開始生效 直至到11月1日 我們推測 DLC就會在11月推出 其實我們禁止的精靈 就有眼前這16隻 它是由單打裡面的球10隻 和雙腳裡面的球10隻 而官方裡面的狩獵出來的 大家所見 會有很強勁的奇異花 金剛身兩隻 強勢的草莓精靈 也會看到VGC二型規的王牌 例如波亞基斯 龍球地鼠 以及19規二型規 超級無敵的火貓等等 其實它是消失了 它會為MARKET帶來有多大的轉變呢? 首先就說一下奇異花和草莓金剛成 由於沒有了這兩隻草莓輸出手 其實剩下的又勁又好用的草莓輸出手 就真的一隻手都掃得了 所以其實又硬又大大力 還可以開到極光幕的貝貝龍 就一定會變得更加多 由於貝貝龍又會變得多了 加上又沒有了多龍的威脅 可以對付到貝貝龍的雷妖龍 也會隨之而變多 同時 因為風妖精又要小心買 可以很安全很安穩地開到順風的精靈 就應該剩下火獎了 這次無疑是草莓的大屠殺 另外因為它沒有了兩個草莓 尤其是金剛星沒有了 相對之下 可以在機攻之下直接威脅 消失的金剛星沒有了 所以自己的消用量是會提升的 另外因為沒有了奇異花 所以跟催眠定位的顧問就多了 因為以前露粉吸不到貝貝龍的攻擊 而且這兩個草莓是沒有了 所以露粉的支援能力是會提升的 另外因為貓沒有了 所以養定位的火狗使用力是會提升的 火狗除了可以高速輸出之外 都可以用Snow 或者鬼火 所以會發援別人的技巧 好 除了這樣之外 另外一隻Ivan 100%的蛋機 沒有了 Ivan的蛋機沒有再輸出人之後 沒有了妖精系飛行系的打點 自然舞蹈紅獅會增加多了 舞蹈紅獅增加多了 一來就是不用怕蛋機follow me 二來就是因為要打回我們先前說的 多了的陪陪龍 除了這樣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都會增加多了 就是長毛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了一些無定向的CT妖精閃光之後 長毛就變了可以帶無私藥地 站在牆上開牆 挑撥 以及可以控速 除了這樣之外 勒方獸二也都被人驅逐了出境 除了這樣之外 電磁怪和煤炭龜都被人驅逐了出境 所以原本降壓只怕這兩隻 因為他主要是怕特工黑屬的輸出手 現在兩隻特工黑屬輸出手沒有錯了 大家要好好提醒降壓 站在這裏加兩級防 站在這裏給你慢慢打 另外稀空手那方面 勒方獸二 我們的核心情緒勒方獸二 他們已經離開了 他們不可以再進去美國 所以現在就變回夜巨人成為唯一的稀紅手 那我們共軍聯盟就沒有一難以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所說 綜合以上所說 裡面的10隻Pokemon的合照 就如大家所見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接下來會沒有斑和龜 如果沒有斑和龜的話 大家所見 其實傾氣手就會剩下火系的狗味 對呀 還有龜岩掛 如大家所見 其實 反而 雨狗再加次龍王這個組合 是沒有被人削弱的 他們變相就沒有被人削弱的 那其實會不會真的變勁了 隨時可能會成為新的主流 那除了天氣手之外 那打手方面 也都因為沙天 沒有了龍頭地鼠的關係 沙天的打手 現在只剩下毛狗和鹽狗狗的進化營 相比起龍頭地鼠 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們不能用本系的極具技能 去Buff自己和隊友的能力 另外有程隊 程隊用程手的龜已經沒有了 唯一的防程都會變成狗味 但是狗味的內狗又叫蜜防 那肯然完全變成煤炭龜 消出方面因為沒有火山爆發 狗味也會稍微一點 另外葉綠素打手 奇耳花也沒有了 催而代之應該就是霸王花 那雖然王花 或者比奇耳花優勝的利方 其實就是 剩下李先程 因為 Buff自己的消出 狗味本身都已經很高速 Buff自己的消出 都不太能給得到煤炭龜 效果就相對沒有不顯著 那 可能9月就開始玩火門《雨滅》了 好 那既然Ivan都玩完《雨滅》了 你又有什麼原因不看我們呢 冠軍聯盟 我們在系列六會再做一些更多的新隊伍 當然就會做Ivan的《雨滅》大師的《雨滅》了 那隨時之外 系列五都還未完結 在未來幾個星期 我們都會上載我們有一個新的系列 就是Ivan和小天會用一些 大家未用過的重來做一些新的隊伍 那究竟有什麼新隊伍等著大家呢 大家謹慮密切留意 完